房企融资传例好 境内发债相关政策有望松绑 这些新变化已值得关注 有债券从业人士对券商中国记者表示 上述座谈会的召开 意味着房地产企业境内发债的相关政策会有所松动 近期将会有房企在公开市场发债融资 同时银行等机构投资者 也会通过债券投资等方式重新为房企输血 防止房企资金验进一步过化 自人民银行 银保监会于9月底 召开房地产金融工作座谈会以来 金融监管部门多次释放房地产金融政策信号 引导房企融资环境逐步解冻 避免市场一期进一步过化 不过 相对于融资环境改善这一慢变量 近期房地产市场一个更为明显的变化 已有显现全国第三批集中工地正迎来优化放松 从银行信贷端看 虽然从各地按接贷款审批进度和利率方面 个人按接贷款额度紧张的情况有所缓解 但房企开发贷边际放松的政策传导仍需时日 一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认为 围绕房地产企业金融风险问题 立即今年四季度和明年上半年还会有新的政策 进而为房企经营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 从10月末开始 第三轮集中工地细则陆续出台 从已披露的细则外看 部分城市正在不同程度地下调整买门槛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认为 第三轮集中工地政策开始宽松 全国第三批集中工地将在下调地价起价 下调保证金比例减少捆绑限制 放宽开发商拿地付款周期等多个方面进行优化